乌克兰南部的新卡霍夫卡大坝 传出遭到了攻击 出现巨大缺口 可能会造成下游地区的洪灾 包括了赫尔松 还有地涅 博河 沿岸等80个村落 而乌克兰方面 目前正在评估破坏的规模 计算可能发生洪灾的一个水域 另外的乌克兰总统呢 也已经是召开了紧急会议了 准备要来应应大坝被破坏之后的 后巡响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